肉丸排骨 排骨 這個豬大腸 好吃排骨 沒有豬氣味 還有肉是有質感的 真的要白粉 好吃 試試的那些是否叫五杯 我的五杯 這道法 好吃 非常好吃 我在東莞 未試過不好吃的燒鵝 它下面的肥肉 調得剛剛好 你看 又蘸酸梅汁 各位觀眾大家好 現在早上差不多10點了 我們所在的位置就是東莞道教 我會和老婆過來東莞玩兩天 現在先吃早餐 我們8點出門口來到10點 因為沒有行高速公路 一路塞一路塞 尤其後面 真是拿命 原來這裡有條河 還有下面看到有條龍舟 會不會對五節的時候 這裡很容易撈呢 看法都會 這麼漂亮一條河 這條河就叫厚德河 通常河乾淨 就說明那個地方 洗錢洗得多 它不是清那種 雖然是綠色 因為有很多微生物 所以綠色 但是水很乾淨 至於我們吃早餐的地方 應該就在前面 是一個好像茶樓一樣的東西 根據地圖演示 應該是這裡 但是沒有了 我們進去裡面看看 先進去看看 原來是前面 在那個水泥店那裡 我也記得了 它是在那個輝記水泥店旁邊 還有東莞村民有福利 剛才簽名派月餅 是的 至於我們吃東西就是這裡 不知道還有沒有可以吃呢 實在來得太晚了 應該就是這裡的 門都好像關了 哎呀 不知道 原來是這裡 終於找到了 有東西吃 還挺熱鬧 有什麼東西自己拿 有什麼東西吃 排骨肉丸 排骨肉丸一定要吃 是的 又有湯 還有粉麵 厲害 又有飯 又有飯 哦 這樣的 肉丸一定要吃 排骨一定要吃 美女可不可以幫我夾 肉丸排骨 肉丸排骨 這裡是肉丸排骨 給你們排骨 大腸 大腸 好 肉太肥就不好了 這是排骨 肉丸排骨 排骨 是的 好 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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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 豬大腸 這個豬大腸 這個豬大腸 正 正 有沒有粥那些 有 有豬肝 有肉丸 有魚片 有肉丸 有魚片 那個 那個 你要不要 不要 肉丸粥 加份 不得了 還有湯 就是這裡 你可以一小碟 一小碟要完 老闆就來計算了 還有 又是東地村民的最愛 再加上 又有少少遊客過來吃 見到九江雙精 美食就是這樣的 這個三小碟 還有一個 不叫做 肉的 沒有叫做 應該是炆的 花腩 這個豬腸 肉丸 來度教 一定要吃肉丸 通常有一個 蒸排骨 然後 就要了兩個湯 這個無花果 是我的 再來 這個 就是老婆要的 豬腰湯 就是我們的 早餐家 中午餐 這裡還有 有蒸飯 我們還有後面的美食之旅 所以就等一等 湯好熱 看著它在一個鍋裡 真的燉 就不是說 不出來的 是一個湯 先來不念 龍瓜 不是無花果 都沒有所謂 龍骨湯 都是有無花果的 喝到那種甜味 幸好這幾天天氣涼爽了 否則喝這個湯也有點硬 吃肉丸 對於杜教這個地方來說 我認識最深就是這個 這碗很美味 一碗麵 首先一定不是我們回到市居 六折茶樓那些工廠貨 這些一定是手工的 就算不是老闆自己做 都是附近那些工場 村的工場做出來 飯飯給我吃了兩粒 挺好的 如果不是後面還有很多美食 我想可以再要 再來就是蒸排骨 蔥花是後上的 我們先留以為差點找不到 原來就是我們停車那裏 因為始終這裏不是城市的感覺 不會有門牌號 幾多幾多號 大概在位置知道就是 好吃這個排骨 沒有豬氣味 還有肉是有質感的 也不会醃到死死实实实 因为我知道 一阵子要用啤酒 或者订用洗衣机 搅拌才没那么厉害 这个应该就没经过这部炸 其实应该加个白饭就好了 因为可能不就是 还有那么多好东西 可能中館人体力量更多 这个好吃 真的要白饭 好吃 试试的那些是否叫五杯 我那些五杯 做法呢 再来我们又再调到粥 来到这里真的觉得很新奇 肉丸粥 当然了 先喝完汤 暂时吃了那么久 总体都真的很满意 肉丸又好吃 这个排骨又真的 美国方面也很好 还有有葱 这个又怪不得 当地村民又有 游客又有 如果说到吃肉 就真的过来东莞 可能选择比较多 如果吃鱼那些 就顺德 吃这个 很不怕肥肥的 拿一盅饭 然后将这两盅饭 倒入饭面 又或者撕了油 这一盅饭面 你喜欢的 可以吃到饭 一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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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来到这里又说交通路线 慢慢都想不到 其实附近是有地铁站的 就是这个 首先去到陈屋地铁站 它开通了没有 我真的不知道 应该开通了 15分钟的车程 至于坐巴士就不要考虑了 如果真的想来的话 坐地铁去到这个陈屋站 过来 应该开通了2号线 如果各位观众 真的很想回来 试试这个蒸排骨 的话 你坐高铁去到常平 很快在香港 然后常平再转2号线 其实都是一个多小时 我想应该能够到 你再坐去这个 应该叫夹地的地铁站 在这里开车过去16分钟 就到这个地铁站 一路坐到虎门 下去西九龙 可以游 像这里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铁站 东莞地铁2号线 去到虎门站 用26分钟 至于等车时间 不能说 在这里 在虎门站 去到西九龙 只需要40分钟 即使每样时间 都夹得刚好 一个小时都不用 但当然 这是理论上的 汤我喝完 看看下面 真的有龙骨 是吧 然后还有无花果 这些汤底 清甜的味道 是特别清甜的 好像说废话 我们都很久没吃过 早餐吃到这么丰盛 这边还有一碗粥 元气早餐 老婆说 这个龙骨的肉很好吃 饱了 真的很好吃 好乱 好乱 下面还有一个红萝卜 我吃完粥 粥底看上去 跟他们讲虎那些差不多 它都是现滚的 肉 才能看到 都是生的 一粒粒的 下人落单 就滚 就煮 幸好这几天天气 有所降温 如果不是 都挺辛苦 刚才我们过来的路上 都下了几滴雨 都以为 会否阻止行程 还好 没事 一来到便停雨 又不同 蒸的 应该是一样的 肉丸 爽口一点 来到这里 其他不吃都可以 一定要吃肉丸粥 这个就是我们吃早餐的 这两个汤 还有一个Panasonic 在这里 老闆平时 可能中午吃饭 就用这个锅 我们吃饱饱 真是好吃 可惜这么晚 如果再早点 可能会热闹点 整台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何时 等老闆过来 买单 这两个汤 这两个汤 都是这两个汤 这是两个汤 这两个汤 是猪腰和猪腰 这是肉丸粥 这是猪腰和猪腰和猪腰 这是肉丸粥 小时 19 19 17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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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还没那么快去酒店 老板真是开心 还在钓鱼 我们现在就不走这边了 我们直接去市场那边走 因为已经10点半 在迟可能没那么热闹 何冲这些慢慢看 还有件事就是 当我们看完市场之后 再作后的决定 因为我们今晚计划是在管城过夜的 好了 经过数分钟 我们又过来 应该不知算是真的 去这里 这里是有个市场的 我们可能会买些水果 因为差不多到中秋节了 水果特别多 很明显这里比仙楼热闹点的 仙头的近村 不知是否远镇 有很多商场 这里有个街尾超级商场 不过装修中 我们在路上看到 除了肉丸以外 原来还有很多种卖 不过我们上次 在白蚊区买过的几个种 都是不够中士好吃 所以应该也不买了 这里有家名羊 家名羊是全广东省家盟的 对不对 是的 我们会吃很多烧鵝 还有叉烧的 暂时看上去 跟我们广州市场 分别又好像不太大 都是这样的 但是路就较阔一点 然后该有的都是那些东西 比如说这些煲汤料 又或者对面的首斯鸡 还有石棋老 应该是送些货来这里买的 如果我们今天回广州 这里可能会买一些 你看它正宗 又有老字号几个字 这边是卖豆腐的 往前行就是市场 路边跟我们在市区一样 都是会有猪肉 各种的 延切那种 这个应该是羊肉 市场就是这里了 哇 很漂亮 我们看图片才知道 过来这里而已 想不到好像我们去到 珠海市场那么漂亮 道教综合市场 这个应该是一个市政的市场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市民 都是拿着送走出来 应该附近买菜都是在这里 买水果 一来看到东莞 立场多 几多花款 还有再两个 三个这么大 绿色的灯笼 后面还有很多 后面也还有很多很多 这个市场企业 不像我们回到广州市政的市场 湿粒粒 这边是干货 没有那么湿 地下就好像 真的 去到商场里面的市场 但是菜 都有名买 实价还写在下面 4.22元 5.22元 这么有趣的东西 价衣都是在这里买菜 应该我们来的地方是对的 不过 至于蔬菜 我们今天就肯定是不会买的 还有 辣肠 可能会考虑一下 同样地都是会有水产的 那些鱼 虾 蟹 全部都有 真的不是我想象中市场的样子 还没见到有水果 这边卖淡水鱼 我们再走一会儿 在这里走一会儿很舒服 不像上星期我们走到白云区 大家都有看那条片 挺令人惊 这里是阔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这里是没有人 不好意思是有的 达得多 电动车 我说 上次在白云区 看到整条路都是电动车 还要扎到不得知了 这里是阔绿 这个应该是电单车还是电动车 基本上看过了 水果可能不在这里 我们出回外边走 市场看过了 我们还看到这个 西关石磨腸粉 是不是西关风味呢 何谓西关石磨呢 真是不得而知 看来都没有东西 外边还有些店铺 我们去拿车的路上 又发现这里有个室内市场 又开始有灯笼卖 月顶肯定都少不了 大荣华市创西关的顶 不知道什么时候 室内当然是走得舒服一点 又有鸡鸽鸭 猪肉 或者雪床的东西 这里就是他们的价格 老实说 我发现他们的价格 也不是很便宜 很便宜那种 包括我们先来喝茶 但是来到东莞 也有这些企理的市场 也挺难得到 比我想象中有很大区别 在我心目中 东莞虽有钱 但是都是城市建设 没有那么好的 大家看到了 不知为什么都是找不到水果 这里是杯面 润喉糖 玩具 前面是雪糕 汽水 又或者是一些 五阳雪糕 卖4.5元 还有这些 做好了的 也不算是冻品 半成品 卖的 鲜排骨 36.8元 我看到 还有肉丸 煎羊三宝 鸡肉汁也有 有点像我们回到广州 盛街超市 这些菜一波波 摆在这里 经过几分钟的车程 我们就来到这里 这里叫永庆村 大家看看 这里的环境真是搞得挺好 那些市政 虽然这个池是没有水的 但是跟我们回到广州市区 那些 真的差不多 雨之不滴 地下很干净 很多人打掃 前面还有一个 果征种文化村 这里还在整洗手间 这里是有一个塔 但是跟所有塔一样 都是不能上去的 我们在门口看一看 塔三层高 上面写着扶摇直上三个字 这边是我们先头经过的河冲 就是一个广场仔 让市民在这里摊头 大家看到极远处 我们驾车一路上都见到很多壁画 你说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就是东莞始终在大湾区 珠三角比较富有 除了广州深圳以外 只有它有地铁 佛山也是次于广州 他们会不会想 在旅游业这方面做多些 做好些 以道教这方面作为一个开始 始终这边工业不算太多 沿着河边 做一些小食民宿 在这里欣赏风景 吃今早我们去的那些蒸排骨饭 是挺好玩的 不要经常去顺德 顺德虽好玩而已 但是你会天天去的 还有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缸 究竟这个缸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究竟又是收购了什么的呢 我不是买关子 我真的不知道 原来是这样的 这个叫艺换楼 应该是这样读的 1751年建成于 买一个国楼式的塔 导教文国 就叫做有称之为 还有这里附近有很多姓叶的 我们经过一些捐助名单里面 超过一半都是姓叶的了 肉酸一点也要说 先头在对面洗手间那里 闻到很香 究竟是什么呢 原来这里有当和记道教语竹 前边还有一个道教果精种文化馆 既然也来到了 我们又看看 还有大家看看这里 永庆小食 应该真是主力以后 可能想做旅游业 又有水香 我们看看这里能否进入 进去就看看 这里原来是厂 是不能进去的 门口还需要招聘 还有四海饮食 东莞这边很多厂 都很喜欢做一个博物馆 这里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不想去 在这里看到物流中心 一样的一样的 那一样的 是不想去的 是不想去的 那就管兴趣的 你不想去的 那你你们又是不想去的 就站在这边 在这边 都就好 需要 我们还是不想去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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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現在選擇酒店 地鐵 我選擇了這個 高層的夜景很喜歡 高層的夜景Ci 高級雙人房 看有沒有雙床房 今晚是兩百四十多 豪華雙人房二百六十多 豪華單間房更貴 豪華單間房 不知為何 那些是否有大保健 是怎知 假設是這個才算 雙床房挺好 有酒吧 有雪櫃 有雪櫃可以 有雪櫃好 有雪櫃有沒有停車 停車有但未必有充電 這裏看不到 有免費停車場沒有充電 不過東莞充電很方便 就是酒店房 挺好的 這個應該是比較高端少少的維也納 可以 我們選擇酒店要有兩張床 最好有雪櫃 停車場肯定會有 還有最好附近是老城區的感覺 最好可以充電 如果充電就不得之了 還有飯堂 還有早餐可能 早餐 現在天色又開始變暗 我們就出發過去維納斯 不是維亞納 是維納斯 王家酒店 應該不是維納斯 在這裏過去是 我真的不太遠 25分鐘車程 就是這樣 出發 經過大概30分鐘的車程 我們終於回到這裏 剛才我們去的酒店看過了 附近好像比較荒蕪 還有樓下的停車場正在整 超煩的 然後我們終於回到麗豐酒店 麗豐酒店就習慣住宿 沒問題 好,我們又來到房間了 始終都是找回麗豐 今天我用了268元 沒錯 和大家Room Tour 首先第一局就是有雪櫃 要用冰箱錢插電源 沒問題 至於景觀就是城景 以及現在準備下雨 城景就不多了 然後有一個少許空氣清新機 再來這個就是書桌 因為我要剪片 所以對書桌要求 都是比較高的 要上網的話 是數碼連Wi-Fi 還有兩支免費的水 同樣地還有熱水壺 不過現在天氣炎熱 我們不會用熱水壺 還有兩個茶杯 還有兩包花策 然後這裏就是我們的床 和以往一樣 我們都會點一些雙人床 再來 和其他酒店一樣 他們都是有非一次性的拖鞋 和一次性的拖鞋 可以拿到一次性過來 對呀 這裏是沒有東西的 至於電話這些就不說了 但是比較好的地方 他們是有這個充電的 而且 還有這麼多條 有些 我住過的酒店充電 這條線 是要額外付費的 這裏當然不用了 再來就是這個小小的衣櫃 拖鞋是在這裏的 雖然不多 但是五藏俱全 挺好的 最後就是 一日放鬆疲勞 睡覺之前要來的地方就是洗手間 和其他的禮封一樣 洗手池都是這樣的造型 這個挺好的 至於牙刷、玉帽、各種 都是一應俱全 還有香檢一件 至於這裏就是臨浴間 它勒封的話有個好處 就是第一 它可以選一條 有 這裏有個浪衣繩 到了晚上的時候 洗完澡了 有些衣服要滴乾水 你就可以在這裏拉住一條繩 就完成了 還有我記得有部份 是有音樂廳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 Room Tour 就和大家看過 整體上都是比較美的 接下來我們休息一下 還有看著天氣 就出去吃東西 在附近也有食物 出去吃東西了 對,現在出去吃東西了 不要管他了 餓了 OK,我們Room Tour之後 現在就去吃午飯了 已經找到一間的 我們始終不是很熟 只能找一些就近的 看上去是不錯的 我們現在會去一間叫 韋記燒鵝奶粉 吃燒鵝奶粉的好處 不用太飽了 又奶又不飽了 在這裏走路過去 大概是13分鐘左右 但是這條路大家看看 都是老城區感覺的 不過天氣好像準備下雨 不要管他了 最重要有燒鵝奶粉吃 我們選擇這間酒店 都是附近的 一路駕鵝車來看的 挺好的 雖然會否吃這個 未知雷州洋莊 也有 當然不吃 來到當然吃奶粉 前面剛才經過 三鵝粥好像前面還有一個吃街 又有煲仔飯 雖然你說來到這裏吃煲仔飯 好像未免 當然回廣州都有很多選擇 但是最起碼有 甚至乎這裏還有 還有網吧 上網包時低至五元一小時 厲害 禁止未成年人入落 這裏就吃煲仔飯 廣式傳統風味 我們廣州沒有理由來吃 東莞的廣式傳統風味煲仔飯 你看看 哇 真是超級大雨啊 先頭我們過去對面 看過燒鵝奶粉 好像不太好 所以過來這邊 都是點菜 好了 我們就下單 真是夠快 兩點鐘前一定要下單 原來這裏都有點心吃的 南瓜餅 9.9元 我們要了一份 抵食 然後呢 再要了 既然吃不到奶粉 來這飯店又有的 6元 6元 就算不是 我們要個燒鵝湯粉 奶粉 都是18元 然後呢 我們就要了一粒 焦牌燒鵝 而且因為來得太硬 南瓜餅也沒有了 因為來得太硬 連南瓜餅也沒有了 現在是1338元 是的 也有很多食物 例如這個 鬆化蜜汁叉燒 其實都可以考慮 多少錢 29元而已 你先不要說有多大份 29元而已 如果在廣州 比四塊你都夠膽了 再來還有很多菜式 但是我們都沒怎樣 這些 蒜蓉粉絲 蒸青口布都是2元 很划算 牛肉丸26元而已 豉汁蒸排骨就貴了 36元 後面這些就不太多了 時間送上來就是燒鵝 多少錢 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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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我都不想數有多少 你怎麼燒鵝 是的 又便宜又美 又便宜又美 吃燒鵝 就來東莞 又便宜又美 我就從這塊開始吃 剛才我們看到 對面的燒鵝 掛了很久 而且有些貨位 就被人碎了 有些沒有了手 有些沒有了腳 這個雖然不是鵝鼻 但是都齊齊整整 好吃 非常好吃 我在東莞 未試過不好吃的燒鵝拉 甚麼 好吃 加個炒麵 好吧 我便繼續吃 那些皮 超級脆 第二個送上來的油菜 你知道甚麼時候 是12元 在廣州 別人的茶樓 飯店 是28元 起碼都要 大排檔都要18元 18元很少有 超級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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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已經忘了嘗試吃 是甚麼樣子 這裏 下面的肥 炒得剛剛好 你看 又蘸酸梅汁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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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間這麼普普通的茶樓 其實叫甚麼名字 我都忘了 是老字號嗎 叫甚麼名字 是甚麼 就是這個 東莞家廚原味酒樓 是的 我在這個 點評網上查到 它都已經 被這個點評網 收錄了11年 這個點評網有沒有11年 也不知道 起碼比點評網 除此之外 真的找不到 關於 它歷史的資料 原來 早上還可以喝茶 不錯 至於這個 就是燒鵝奶粉 如果我們跟回廣州的叫法 叫湯粉 其實是不對的 它們是叫奶粉 我看見 又不算完全清湯底 價錢是6元 一會就開始DIY 一個消磨奶粉 應該是這樣的 有時候吃太多的話 那些 試不到多款的美食 但很難夾 夾好一碗在自己這裏 夾好一碗在這裏 然後放一件燒鵝在上面 再加一條生菜 攪點醬汁 是的 攪點燒鵝汁 然後攪點少許 好了 不要太多 燒鵝汁 最後再加上一口清湯湯底 這裏的湯底 就不一樣 例如我們上次回到大嶺山 這裏是比較清的 那邊可能會放菜肝 據聞有些還會放大忌魚 夾不到的 就這樣拿著爬 然後加上燒鵝 老婆今天終於認識了 東莞人說的賴粉 其實就是這種 就不是我們廣州的魚仔那種 上次東莞的同學帶我回到老家吃 即是他們從小吃到大的店鋪 一碗的齋 奶粉 然後一碟燒鵝 一碟叉燒 那就足夠了 可能加一碟油菜 很好吃 還有 要趁時間 有些是剛剛出爐 這個其實不是剛剛出爐 但都很香脆 都很香脆 最後還有一份煎餃 煎餃 煎餃 還要是有師傅親自送上來 我們真的來到太遲 是我們的問題 人家要下班 當然我可以在這裏吃 這裏酒樓兩點就下班 嗯 這個湯底也有味 有一點點辣的味 薑的辣味 是的 每個鎮 做的奶粉湯底 都是有不同的 奶粉其實是一樣的 燒鵝都各有千秋 有些可能是肥一點 有些可能是脆一點 但是湯底 每個鎮都有不同的 至於有甚麼不同 我是說不出的 不好意思 這裏有一點點辣味 薑的辣味 夫妻連上茶匙 是三元 都是大概三十元一個人 就下了 因為燒鵝是三十八 其他那些加起來都是二十多元 我原先以為三十八 只有這麼多 這裏不算嗎 我以為只有這麼多 是的 這個要蹲街邊吃 好過蹲街邊 街邊不知多少錢 但都不會貴的 是的 繼續吃燒鵝 燒鵝奶粉就吃完了 我夾過這塊 這塊 蘸少許酸梅醬 一切都好 在外面下大雨 現在雨勢越來越大 據說還有25分鐘 如果讓人… 我們是無魚酒 是的 真的不容易 你看 吃燒鵝 看見就好吃 其實鏡頭外那些 有血有汗 聰明的我又買了一把新傘 老婆就聰明了 拿回我上次買那把新傘 至於外面這樣的雨 有沒有傘 其實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應該會坐到停傘才離開 以前我們打算開車過來 但如剛才停傘 停傘了 進去一看就不行 不知怎辦 因為車停傘之後 不去餐廳吃 是不太好 這樣過來吧 麻煩一點 所以不開車 不開車就好 吃燒鵝 真的不錯 像炭燒鵝那種感覺 就算這個部位 而且坦白說 都不是剛剛送上來的 如果剛剛送上來 就是剛剛燒好的 哇 更加不得了 其實我喜歡吃這麼多的脆皮燒 是吧 信得都是這樣 很接近 說真的很多時候做脆皮燒 是 而且這個份量好 剛剛好 你說會不會多呢 又不會 又不會不夠吃呢 又不會抹兩個人 一份 如果三個人 或者四個人的 就怎樣都會参燒 我很喜歡這個皮 最後就以這隻拳頭大的煎餃來結尾 要放在碗裡 分開一半 其實是大煎餃 飯也不用吃了 煎餃 煎餃 這麼大隻 真的沒辦法 一口等到口 裡面有韭菜 肉 還有一些馬蹄粒 煎餃 好了 我們又吃飽飽 最終埋單是 72元 不知多少毫 73元 超級抵食 那碟燒鵝是性價比最高 就算 啥? 叉燒29而已 人來多些就好了 真是 只可惜人來也不夠多 雖然我們沒有開車來 是一個比較錯誤的決定 但最正確的決定 就是沒有住先頭 我們第一間的酒店 因為酒店附近 真的不太對路 就算我們現在 剛剛來到東莞家廚 看上去 都是我們不打不撞 找出來的 對面沒有下雨 就過來對面 這裡吃 真的不錯 因為現在已經兩時半了 影片也因為下雨 就暫時拍到這裡 今早下午或今晚 我們會繼續後面的行程 到時再見 各位觀眾幫忙點個like 又或者share給你的朋友看 下集見 拜拜 我又開始貓咪準備食蕉 哈哈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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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